大家好 中国的外贸真出现大问题了 中国的外贸呢 是被中国的外交给拖累的 这个你看啊 他说11月底 有人说11月底 我跟着赞助人去拉赞助 跟着制片人去拉赞助 广州呢 有一家外贸公司 他们主要面向的是中东市场 现在不好做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的订单全退了 啊这个欧德尔人不给你了 不给了 全退了 就因为我们的政府支持哈马斯 中国的政府 他不是老百姓选的 他想说啥说啥 对吧 如果他有民意基础 你比如台湾 是吧 有这个蓝绿白 是吧 国民党 民进党 民众党 他在议会里边 他有比例 他想通过一个决议 对吧 他台湾的外交部 台湾的总统府 行政院 当然要顾及这些因素的 中国你没有选票啊 所以领导人 我就支持哈马斯了 怎么着吧 对吧 我就看以色列不顺眼 这一下砸了 砸锅了 崴泥了 瞎菜了 褶子了 马爪了 梗屁着凉 大海棠了 喝西北风去吧 是吧 将来您的脸啊 您的兜比您的脸都干净 对吧 没饭吃 对不对 啊 以色列订单全退了 就因为我们支持哈马斯 我说啊 这哥们说 我说那你们以色列退了 那不还有那么多阿拉伯国家吗 就是以色列才一个小国啊 才七百万吧 六七百万人口 那周围有一个多亿 至少一个多亿的阿拉伯人 是吧 当然中东 是吧 他说的阿拉伯国家 中东还不仅有阿拉伯国家 还有伊朗 伊朗是波斯人为主的 是吧 还有阿塞拜疆人呀 亚述人呀 库尔德人呀 阿拉伯人呀 比鲁支人呀 西斯坦人呀 包括图库曼人呀 是吧 还有这些 还有从阿富汗过去的 是吧 这个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 叫什么哈扎拉人呀 是吧 还有第一大民族 普什图人呀 他有多民族国家 伊朗是多民族 是吧 还有什么巴赫地亚人呀 还有古代的亚述人 是吧 还有土耳其呀 土耳其是突厥人国家呀 Turki是吧 他说 客户说 阿拉伯国家的订单也退了 哎呦 全面沦陷呀 人家告诉我 说他们是阿拉伯人 我们是阿拉伯人 但不是脑残 说哈马斯 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 哈马斯 袭击的是音乐节的音乐节 那还是一个讲究 和平为主题的 那是在那个哈马斯 那个加沙的围墙外 以色列沙漠里 啊 那个还主张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或者跟加沙 我们要和平 是那么一个主题的音乐节 对吧 他说 那是袭击的是音乐节的平民 那杀了好多人呀 还闯进人 那个农庄 那个农庄叫 基布兹 基布兹就是基布兹 以色列的货币叫谢克尔 他们当地人发音叫谢克尔 还有他们的那个冲锋枪叫乌兹 他们的坦克叫梅卡瓦 我在北京接触过以色列人 还去我们家做过课呢 还有北京那个绿宝 植物游游厂 在南四环 丰台大鸿门 黄亭子 那个总经理 是一个以色列北部海法人 那个人有一个中文名字 叫艾伟荣 艾伟荣 每次我见他面 我去那个油厂拉货 拉油 早上起来 我看着他 我跟他说 沙伦 是吧 因为以色列人见面 说沙伦 阿拉伯人说 沙伦 或者叫 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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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很像的 他们都是陕族 陕米特人的后代 当然后来 当然这个 是吧 什么500年前是一家 2000年前可能是一家了 是吧 你们却在支持这样一个恐怖组织 这个你们 中国有句话叫被代表 中国政府 他经过民间授权了吗 这个一道坎 这个搁的 这个门槛 这个屏障 中国政府一直克服不了 他不开放选举 他不允许民间 老百姓自己成立政党 成立社团 那他的代表性 他的合法性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缺陷 他迈不过去 是吧 你看我其实观点并不激烈 是吧 我跟很多人聊过 也许中国将来多党制了 还是共产党掌权 也许没准我还投他们一票 但是现在你一党制 你就有很多问题 你解决不了 而且 你权力越集中 你越会做一些坏事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却在 你们你看把中国人连累吧 被代表了 对不对 他说没有底线的公司 他们是不会合作的 他在这说的公司 实际上是政府 是国家 他不敢写 如果他写了 政府和国家 如果这个人 是在中国大陆的 你听这意思是在中国大陆 对吧 警察 棒棒棒一敲门 对吧 谁呀 这个 请你喝点茶吧 你口渴了吧 突然想起 二三年年初 就去年年初 跟一个浙江老板聊天 他们的日韩客户也丢失了 你看 他说 他问 我问吧 可能是客户 是不是因为中美冲突的原因 中美的意识形态啊 中美的贸易战啊 他说不是 客户说不是 仅仅因为我们支持俄罗斯 俄乌之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伤亡的是平民百姓 你看中国政府 从来不谴责俄罗斯 对吧 这个 就违反了天道啊 对吧 没有天理啊 这亏良心啊 对吧 哪能这么干 最近 就这个胡塞武装 是吧 胡塞 胡塞是个人名 可能就是胡塞啊 胡塞 实业派 是吧 这个袭击鸿海 亚丁湾的这个商船 中国也不言喻啊 在联合国还投了弃权啊 对吧 当然人家美国英国不管你这套 美英轰炸机去了直接炸你 对吧 谁是替天行道 谁是老大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结果常识问题我们也选错了 就是说 可能不涉及到日韩的直接涉及到 但是人家站队站的对啊 对吧 人家不跟你这种烂人 是吧 你这种烂人 这种烂国家跟你打交道 人家是唾弃你的 瞧不起你的 对吧 你看中国这几年一次一次的战队 是吧 主要是最主要的是跟俄罗斯捆绑 是吧 这不就叫认贼作妇吗 对吧 中国 是吧 就是共产党 他一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华民国的继承国 在国际法的法理上 是吧 你说台湾是我的一部分 对啊 既然是你的一部分 对吧 那么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那中华民国呢 又是大清帝国 又是清朝的继承国 对吧 那清朝丢失的领土 从你的民族感情 是吧 从你的政府的合法性 是吧 你难道不应该收回吗 对吧 中国的这些东西啊 比如中国不是世界工厂 中国叫世界家工厂 工厂 你得有知识产权 你得有know how 你得有那些核心的东西 中国没有 中国就是靠着低价 劳动密集 污染 来这些 来作为代价 是吧 人家真正的核心的知识产权 除非你偷 人家不给你 你换了我 你换任何一个人 也不会把这给你吧 给了你 那我吃什么 我喝什么呀 对吧 所以你现在中国是吧 所以你现在中国是吧 世界工厂吹了半天 现在玩完了吧 对吧 这叫糟啊 这叫该呀 对吧 这是自己糟的 自己作的 对不对啊 这屁眼里拔罐子 作死 作死 是吧 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是不是 这国家整个就膨胀了 是吧 人家捧你两句 捧你的人 都是来害你的人 捧你的都是什么国家 来要钱的 对吧 而且借了你的钱都不还的 阿根廷 拿走中国那么多钱 还了吗 对吧 而且你看这哈马斯了吗 哈马斯 现在国际社会也呼吁啊 说埃及 埃及有个拉法口岸 你开放边界呀 埃及不但不开放 还派了军队 把那口岸团团的给围住了 不让一个巴勒斯坦的加沙的人 跑到埃及去 对吧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要他们吗 不要 是吧 现在中国这几个经济强省 东南沿海的广东啊 浙江啊 福建江苏啊 包括山东都玩完了 前两天我做那节目 山东省 整个山东省 这个公务员体系 或者说 这个这个吃公家饭的这拨人 包括教师啊 包括这个医生啊 现在都在 不单是匠心 他已经开不出支来了 包括前两天 那个那个湖南长沙的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有很多大学也开不出支来了 这个中国呀 一旦出现危机 他就是全局性的 他就是根本性的 他就是系统性的 而且中国这种独裁制度啊 这种体制之下 他的反应一定是慢好几拍的 哎 就是吧 俗话说就是没有反应 哎 就这种 比如说三锥子 扎不出一滴血 三脚踹不出一个屁 对吧 这种国家 因为他报喜不报忧 哎 所以都瞒着 有时候这事啊 已经那个危机啊 都蔓延到全身了 都不行了 都马上就要挺了 就要梗了 就要玩完了 哎 这才 有的时候都不说 是吧 你这种国家 你就像那个 当年美国打伊拉克 都打进巴格达了 美军 然后那个宣传部长萨哈夫 还在电视台那吹牛逼呢 是吧 哎 我们节节胜利 中国人的愚昧 源于啊 两大因素 一个是文化啊 就这种改朝换代的文化啊 这种独裁文化 一个就是政治体制 这个两个最大的因素 现在看来政治因素是更大的啊 然后中国政府 比如说派一些五毛啊 派一些这种的啊 网评员出来说 哎呀 中国人素质差 搞不了民主 哪个国家没有 没有烂人啊 是吧 哪个国家没有扎马飞的 没有跟那儿那个 那个抽粉的 没有街头流浪的呀 对吧 哪个国家没有刑事犯罪啊 跟这有什么关系 扯什么蛋呀 对不对 多看看书 但是别别死看 是吧 尽信书 不如无书 还得活学活用 还得提纲窃领 哎 咱俩 咱俩 咱俩